今天這台是四級Handa 然後發動以後 驚嘆號底下的那顆 煞車真空警告燈很慢的熄滅 然後有一個漏氣的聲音 然後我們底下停 然後把車子熄火 注意停 那是煞車真空的輔助筒漏氣 然後現在 方向盤拆掉 總棒移開 還是拿不出來 被那個 敵二汽踏板的骨架擋到 然後所以我要把上面那些塑膠 塑膠全部拆掉 才拿出來 然後 這個很重要 因為煞車是 非常重要 所以 不好換 還是要換一下 然後我這次換的是加大的版本 就是副廠加大的 比較難裝 喬一下還是喬進去 感謝大家收看 我是指成 記得幫我訂閱頻道 最終我的IG 大家拜拜